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于是 Pode 今 nights 我们一起分担 就算你过下来都要执着 对 这就是 教会那时候 这一什么不一样 不是他的外本不一样 是 教会那时候 是建立在盘石上面 哪一家教会 不是建立在基督的盘石上面 这个盘石是不是太一样 那怎么感觉 好像 很像这个 雙风 雙风 所以前面这边 咖啡就有弄出一个这样的 这样的雙风 这叫做二奶 少奶 亂講話怎麼這麼說 老師這個剪刀 這麼小的原石 因為 當時沒有買大的 我們請玩出好心情 我們現在在我們生活的是 不管你是早晨慢跑 還是傍晚來散步 這裡都是一個非常適合的地方 它全長有1.2公里 而且你看 不好的不到 多麼的舒服 不僅養生 你不用走到森林才有森林域 在這邊就可以享受 天然的陽光空氣花園水 對 所以這裡是哪裡呢 這裡就是 來到大溪有三件事情 一定要做的 賞湖賞花賞音樂 而且我告訴你 這裡藏著許多的第一 今天就給它來個大特搜吧 你會彈鋼琴嗎 baby 我當然會彈鋼琴 我學十幾年了 開玩笑 我們都是非常喜歡音樂 但是你會彈鋼琴 但是你不一定會做鋼琴 對 今天我們要讓你知道 到底第一個鋼琴是誰發明的 而且鋼琴到底怎麼製作 怎麼製作的 而且台灣的第一部鋼琴 是從哪裡開始的 太棒了 我相信這個是一定大家 非常想要了解的 對 讓你獲取這樣的姿勢 是我們自己學音樂的 都很想要知道 走 走 各位 不可思議了 我一直夢想家裡 床旁邊有一個這個小鋼琴 這是有七十年歷史的 你看看 這裡呢 好古典喔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 你在起勿動手 你要先找 你看 哇 它失控了 你看 它失控了 等一下啦 夢想家裡有一個這個鋼琴 擺在那客廳裡面多有格調 我們要找... 陳經理 讓我們介紹一下 陳經理... 你是陳經理嗎 陳經理 陳經理在這邊是嗎 陳經理 你好... 這是我老婆 不好意思 我們剛剛一進來 整個你知道 被這個鋼琴所迷戀到了 剛才那幾個都是百年的鋼琴嗎 對 那邊都是百年的鋼琴 什麼好意思 沒想到我們今天來到這邊 陳經理還要送我們一人一台 我真的是太欣賞 沒有... 這是放置你展覽的是不是 對...這個是展覽的 太棒了 對...很多人 你有看過鋼琴內部 到底怎麼樣嗎 沒有 沒有仔細研究過 我裡面都沒有看到 我只是知道 有很多調音師來這邊調音這樣 我很愛 我們今天今天來很高興 我們可以介紹鋼琴的內部構造 真的嗎 還有製造流程 給大家認識 我相信如果要做鋼琴的人 肯定要了解一下了好不好 那今天我們就陳經理 你帶我們好好的參觀一下 沒問題 好不好 謝謝 走 來 出發 我等不及要來瞧瞧 剛才的內部構造 到底長什麼樣子 陳經理說 一共有四千多個零件 我真的能全部記下來嗎 我們就先從響板開始介紹 這響板 你不能隨便說 用哪一塊木頭 就可以做鋼琴響板 否則發出的聲音 共鳴不好 音質不好 雲山的材料 進來工廠之後 我們要給它 剛才講要給它裁切 那就裁切成這樣一塊一塊的 一塊一塊的木板 對 裁切完之後 我們要每一塊木板 要給它交合起來 要給它黏起來 我們要再給它裁切長方形 才會變成後面這一塊 後面這一塊長方形的 這幾塊的響板 然後 再加上鐵骨 再加上鐵骨 再加上條綠釘板 然後再加上響棒 就組成一個完整的響板 共鳴的地方 你看是在這裡 對… 那 我們現在響板已經組好了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開始要介紹說 它到底跟弦的關係是什麼 弦的振動跟響板 跟它的琴巧是有很大的關係 我這個音叉代表它敲下去的時候 代表弦的振動 那我敲給大家看一下 好 有個共鳴的聲音出來有沒有 因為振動 然後放在這個琴巧的地方 是 它吸收這個振動 然後這樣吸收這個振動 傳到這個響板 所以說會產生共鳴 這樣子 對…沒有錯 你看看 不一樣的弦 振動出來的聲音就不一樣 接下來這個就厲害了 這就是劍板 對 黑白劍 黑白劍 一開始也是一樣 它是一塊一塊木頭 把它拼接起來 交合起來 是 完了之後 我們會把它貼上白色的壓克力 對 還有一個黑色的壓克力 就是黑色的這個劍板 黑色的劍 對 完了之後才會裁切 裁切成一塊一塊的 這個劍盤 你看到沒有 這原本就是一個劍盤 貼好之後再來裁切的 這兩個是有關聯的 你要花力氣彈才有重量 對 那你注意看 它這個 從我們這邊側面看的話 有的會有千塊比較多 對 有的千塊比較少 對 所以千塊比較少 你彈起來就比較輕 比較不會花那麼多的力量 比較多千塊的話 會比較花多一點的力量 對 但不管怎麼加怎麼減 你的那個劍重 要維持在55公克 正部5公克 它至少有一個規定的重量 有的規定的重量 不能無限制的太重 或無限制的太輕 那就很奇怪 巨人鍵盤 這什麼意思 我們是可以坐到這裡的嗎 然後呢 然後你感受一下 用屁股感受一下鍵盤的重量 那重量不一樣 對 好 你再感受一下 哇 我這個鍵盤是要讓來參觀的 不管家長或小朋友 對 用屁股去感受到鍵盤的重量 讓小朋友更能夠記起來 對 對 沒有錯 太厲害 好 我們是這樣 一個打旋系統 你敲擊到鑲琴鐵琴的聲音 或敲擊到木材的聲音 對 或敲擊到旋律中的聲音 對 都可以 你注意看它音錘 敲擊不一樣的材質的聲音 它聲音又不一樣 接下來這個是 好 這個是要介紹說 不同材質的音錘 或是大小音錘 敲到旋的那個聲音會不一樣 唉唷 哇 鋼琴的聲音來了 好 這個是用木頭的 這木頭的音錘 好像古針的感覺 這是鋼琴的切剝 切剝 對 這解剝圖的那個解剝耶 我把剛才我們所看過的 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集中在這個地方 不管是鍵盤 不管打旋器 不管是弦 響板 我全部都組合在 直接解剝圖在這個地方 哇 這太清楚了耶 所以說你可以從這個 這個解剝的鋼琴 原來你看是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如果用想像的還不好 直接讓你今天直接看到 像小孩真的太幸福了 我們以前想要了解這些東西 都沒有辦法知道 對 三支踏板的一個功能在哪裡 是 嚴重音 靜音 是不是 還有樓音 樓音 對 對 到底差別是什麼地方 一排的那個指音泥 我一踏右邊這個踏板 一踏下去之後 整排會往後 那往後的原因就是說 當你在彈鋼琴的時候 指音泥沒有碰到弦的時候 它的聲音就一直共鳴 沒有錯 沒有錯 它就會一直延長 又延長 那指音泥如果說 指音泥就這樣 指音泥就說用 它的功能好像我手去碰到這個 三角點 它就不能夠延長 它就不能震動 就不能延長 中間這個碳板一踏下去的話 整個泥布會往下 那你音錘會先打到這個布 再打到雪 力量就會稍微少一點點 會少一點 所以聲音就比較響聲 對 原來是用這樣的 你看 不跟我們想像不一樣 那最左邊呢 最左邊 這個柔音踏板 對 這個一踏下去 整排的音錘會往前 就等於說 把它距離再這樣近一點 對 所以它敲擊就沒有這麼大力 對 鋼琴擁有樂器之王的封號 高音清脆 中音飽滿 低音渾厚 足以模仿一支 交響樂團的演奏效果 讓它一直是人們 最嚮往學習的樂器之一 為了讓音樂走入人們的生活 陳經理和團隊出國考察 把工廠轉型為互動式的音樂學員 透游親身的體驗 讓我們開始愛上音樂喔 陳經理 我們現在幹嘛在這個破銅爛鐵區 對啊 你帶我們來到一個倉庫幹什麼呢 這個破銅爛鐵 是可以產生很多音樂的 這個是環保竹蠶 什麼燈籠喔 不是 不是燈籠環保竹蠶 竹蠶 對…就這個會發出聲音 那這個怎麼敲打 這個是這樣 這個就是環保竹蠶 環保竹蠶 來 你打打看 你說這個喔 對 它九宮格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後面是音樂 後面有一個 後面有一個旋律鐘 後面有這樣的遊戲來學習這個音樂的這個走人 對… 這小朋友 他釣魚的那個過程當中很好玩 MP是什麼意思 對 就是中弱的意思 對… 就是在這個樂理上面 這可以讓你學習很多樂理 我們這個彈珠台跟外面的彈珠台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我們把這個彈珠拿起來 那我們要放在彈珠放入口這個地方 它裡面有一個箱形鐵形 在那個…會碰到那個地方 我們工廠一個裝…一個琴弦一個紙箱 它裝好之後就不用了 不用之後我們想說 那個給它丟掉的太浪費 所以把它做成一個環保太古 因為模仿日本那個太古有沒有 這間四十多年的鋼琴工廠 當年生產出台灣第一台的自製鋼琴 在人們學鋼琴的詮釋時代 據說大西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口 都在這裡上班呢 義大利是世界知名的音樂王國 也是全世界第一台鋼琴的誕生地 大約在1709年 一國大建琴製造師克里斯多弗里 建造出第一台有急錘裝置的鋼琴 卸下了鋼琴室的第一頁喔 現在就要開始DIY做鋼琴了 我相信這是很多小朋友的最愛 可以說讓大家來這邊 可以弄個自己的鋼琴小模型在這邊 我們先第一步驟 每個零件都拆下來 先把零件拆下來 每個零件都要拆 我和VV在一連串體驗音樂的過程中 音樂知識的種子 早已生根發芽在我們的新典裡了 學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 在陳經理和團隊的用心之下 成功的帶動大家藝術的激喜 小朋友應該看得非常喜歡 而我們自己當爸媽的 都很想放一個在這個裡面 讓小孩從小看到這個 他對鋼琴有種向往 太棒了 讓我們對音樂更是了解很多 今天也謝謝陳經理 謝謝你 不僅讓我們有可愛的小東西 可以帶回家 而且我們更了解音樂製造的過程 不僅要會彈鋼琴 還會做鋼琴 來這邊你就能夠學得會 好不好 謝謝 台灣第一台鋼琴的誕生地 體驗式的教育 讓學音樂不再是件困難的事 翻開大溪的歷史 有這麼一段記載 1889年10月31號 在馬建博士前往復興鄉腳板山 傳教的路途中 路過了此地 建立了大科坎教會 這間教會從此在大溪 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來到大溪一定要來到大溪 第一間的教會 哇 哎呀 baby 聽說這間教會呢 非常的不一樣 哇 不是它的外觀不一樣喔 是 聽說這間教會呢 是建立在磐石上面 哪一家教會 不是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面呢 但這個磐石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要趕快來進去問一下 問一下 到底不一樣在哪裡 你看光這個外觀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教會 歷史悠久 雖然它的外觀歷史不是最悠久 但是它的裡面是最悠久 非常悠久的 第一間教會肯立很厲害 走吧 張老 你好 張老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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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 知道這個教會 算是大溪歷史最悠久的教會 大概有多少年 是大溪第一間教會 一百二十多年 非常重要的 看這個外觀感覺起來 雖然建築物是感覺古老 可是一看 這還算滿新的 這在改建的話 只有十多年而已 大家幫我們好好介紹一下 先帶我們去參觀這整個教會 好不好 來 走 一見到這個會堂 就感覺很有溫馨的感覺 對 其實我發現這個是很 傳統教會的一個建築物 可是新的材質來做的 對不對 這大概裡面可以容納多少人呢 應該是預計是兩百六十位左右 我們比較特殊的地方是這個 是 聖餐桌跟聖餐桌 這一個是絲繪的 絲繪 絲繪的 這些木材都是花梨木 這個宮全部都是達西的 在達西 在達西 是 這個宮的設計也是我們自己畫的 應該在台灣只有 唯一的一個 這裡全部都是用手雕刻的 是 真的喔 這全部都用手雕刻的 對 用手雕刻的 這個喇叭就是 那個天使的號角一樣 就是師匯的人 是 那邊的話就是羊皮捲 是 羊皮捲的話就是 聖經 可以分享的羊皮捲 對 對 我要分享 話語的時候 是 真的喔 聽說這個教會有一個地方非常特別 我剛剛講說 這教會是建立在盤石上 然後剛剛講說 每個教會都建立在盤石上 可是這教會不一樣啊 不一樣的盤石是什麼 不一樣 因為你們從公園那邊看過來 是 這裡就是一塊的盤石 整個都是盤石 你說 我們在蓋的時候 就遇到一個困難 是 就是土挖了以後再發現說 底下是 底下都是盤石 所以說我們的地下 你意思說底下有個大石頭 對... 在這麼大 對... 覆蓋這整個地方 對... 所以你們... 人家說我們建... 把教會建立在基督的盤石上面 它是真的有一個盤石在這個底下 是... 那打的時候比較不容易啊 對 後來我們又加了差不多200萬左右 打那個石頭 可是地下室那個地方 就算是石頭的地方喔 對 對... 因為你這還有地下室啊 對 還有地下室 因為我們本來以為是石頭很好挖 跟土 結果一挖下去是不一樣的 這個教會現在 除了在這硬體的設施之外 有沒有做什麼樣的一下施工 或者是對社區的或者是什麼 社區的那個施工有讚美超 讚美超 你們太方便 隔壁就是公園 對... 對不對 是有時候去安陽院 是 去關懷 去關懷 對... 差不多一個多月就... 每一個多月就去... 是... 這個長老 你在這裡當長老多久的時間了 我在這裡多久只有十多年的長老 十多年的長 就在這個教會裡面 聽說這個教會是不是很早以前 就來創建了一百多年的時間 當時 這個教會就是比較奇特的 因為在馬基醫生的那個學生來開設的時候 是 那時候剛好在明治跟清朝的時候 那時候有很多人反對教會 所以說那時候是一個家庭教會 但是斷斷續續的 是的 被壓迫 有人要燒房子什麼被壓迫斷斷續續 還有日記時代戰爭也斷斷續續的 是 但是要完整的教會的記載 是 是在1951年 1951年的時候 1951年以後在長老教會的人 因為在長老教會的前身 還有一個很奇特的地方 就是那時候還沒有教會的時候 有一個進信會的Harrison的牧師 把大西的這個基督徒都聚集 但是那時候很多人不會聽國語 所以說我們又再一次的 向長老教會的總會那邊寫信 請他們派學生來 是 來這裡牧會 對 是 才有這邊這個教會像的歷史 那第一個神學生是現在大安教會 南崁大安教會那邊的那個 吳天堡牧師 五天堡牧師 八十幾歲 哇 那可不可以請長老再帶我們 參觀一下教會的其他的地方 好不好 大西教會目前沒有牧師 僅由四位長老撐起行政和牧羊的事工 雖然辛苦 但是同工們都非常的合一 林長老又帶我們參觀 教會附設的靈修會館 寬敞雅致的設計 提供給弟兄姊妹一個物美價廉的住宿環境 不過教會近日的許多恩典 卻是用信心換來的喔 這個教會剛買了 在買了這個土地以後 那教會真的錢都是已經全部用光了 那什麼感覺好像很像這個 雙峰嘛 雙峰 所以前面這邊咖啡就有弄出一個這樣 這個叫做雙峰 這叫做二奶 聽說最早的紀錄是1,072對 那我去年到現在我的表現 七十二對 我曾分到二十五對 二十五對 同時間在 來 晚一點 來… 留在天外 有幾個字 我曾請教會 財政的錢都是已經全部用光了 然後在那個第二年 我們那時候有一個 喜安教會的一個林牧師 是 他說要蓋的話 要趁著現在趕快蓋 因為有一個問題就是 教會要蓋高的話 因為容積率的問題 還有很多問題 所以說他就... 要趕快開始進行 就是一年後的話 我們教會就不蓋了 那蓋的時候 當然就缺乏那個錢的問題 我們就有一些貸款 還有弟兄姐妹也是奉獻 興起建造 對不對 對 像合作社借貸這一些 還有一個就是 這貸款容易嗎 不過貸款不容易的地方 不過在主裡面 有很多愛心的弟兄姐妹 他們就是用無喜的貸款 有五萬塊錢對一個單位 然後我們慢慢慢慢的還 這樣子還清了 那十多年以後 我們就把它完全還清了 十多年 那你不就說還完還沒幾年 你女媽走才十多年 你現在還完 但前兩年剛還完 還差不多三五年 三年到五年 三年到五年的時間 所以我們剛開始建的時候 大溪這裡只有十七戶的人家 人很少 而且十七戶裡面 大部分都是農人 那根本教會會有人嗎 那時候教會的會有 大概有手指數得出來的是不是 那這個奉獻很不容易 我上帝預備 真的喔 神都有預備 一而華以樂 感謝主 感謝主 恩典 所以像如今在教會 在這邊非常的明顯 你來經過 一定不會錯過 可以看到這個教會 好 謝謝 歡迎 謝謝 好 歡迎 謝謝 奠基在磐石上的 大溪第一間教會 伸出堅固不動搖的信心 帶領著弟兄姐妹 邁向下一個120年 大溪石門水庫的湖色洞人 心不少有心人在武漢竹夢 走 帶你去瞧瞧景麟水庫的 第一家景觀咖啡 各位 眼前的景色 讓你真是目瞪口呆啊 走 趕快進去 好可愛喔 好嬌小 這很嬌小喔 好可愛 幾歲了現在 我已經25了 妳有25歲了 真看不出來 還會再長高嗎 不會了 應該不會了 OK嗎 小時候都有吃飯嗎 有 幹嘛這樣 我們剛看沒有想到 這裡是石門水庫對不對 對 這裡是位於石門水庫的 中有部分農住吧 好 那你要麻煩你呢 帶我們參觀一下 這非常非常浪漫 因為我們漂亮景的一個店 好不好 來來來 帶我們走一下 這邊嗎 對 戶外的這樣 哇 這邊的 好漂亮喔 妳等於說不用透過玻璃窗 妳就可以直接看到這個景色了 對 那一一入眼呢 就是我們的雙風山 就是我們叫 戲名叫雙風山 其實它是因為 是 太不可思議了 我的視線 一個也不想離開這片美景 真的好像置身在一幅山水畫中耶 大溪從前被泰雅族人稱作為大湖縣 族語是大水的意思 也因為這座石門水庫的存在 讓大溪不管是地理環境 還是開墾歷史 都跟水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喔 近在眼前的湖光山社 讓老闆當年決心投資 租下這棟度假旅館 改建成咖啡廳 沒想到可以這麼優雅地清淨大自然 這種與世隔絕的錯覺 再忙碌的都市生活 早已拋到九霄雲外囉 那怎麼感覺好像 很像這個 就是雙風嘛 是不是 所以雙風這個電影就在這裡拍的 雙風電影 沒有聽過雙風的電影 年紀還小 雙風是一個很有名的電影 我不知道對不對 你看這個 我們曾經來過這邊 然後呢 但是在上游 然後在坐船 然後在這個 這就是下游 是中游 中游 這裡是中游 這裡好漂亮 怎麼能這麼鄰近 所以你知道嗎 在湖上的感覺 跟在旁邊 在湖畔看湖的感覺 看湖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太恐怖了 台灣怎麼有這麼美麗的地方 對啊 這邊是不是應該有很多 觀光客 旅遊團都會來這裡 對 假日的時候 進入都是人潮 人潮很風險 那當然這邊 除了這美麗的景色之外 當然很多人來這裡 就是要休閒 對不對 可以喝喝咖啡 喝喝下午茶 然後還要吃餐點啊 這裡會有餐點嗎 有 應該不好吃 因為這裡通常 美麗的景色的地方 通常都不會有好吃的餐點 是不是 不會啊 美景搭配沒有吃 你是不相信的 除非你請我們吃 會的 好 那你要不要介紹一些 好吃的餐點來給我們 好 如果你是為美景而來 這裡當然不會讓你失望 但如果你是為美食而來 我告訴你 這裡保證會讓你的視覺 對於威傑經驗前所未有大震撼呢 美食在美景前面的時候 更讓人是覺得胃口大開 對 今天當然這個咖啡廳 除了有好喝的咖啡之外 我們現在從咖啡來介紹 因為有特色是不是 對 到底有什麼特色 就是我們的招牌咖啡 雙風咖啡 還有二奶咖啡 二奶咖啡跟什麼 雙風咖啡 雙風咖啡 對 妳這怎麼一搞得 好像是我們家小語恩最愛喝的 對 這是她最愛喝的 是吧 目前她最愛喝的 為了相呼應後面的景色 雙風 雙風 所以前面這邊咖啡 就有弄出一個這樣 這個叫做雙風 這叫做二奶 聽起來都很誘人啊 那我先吃一封了 別讓小語恩看到 她會哭啊 來嘗嘗 聽好口 這什麼做的啊 這就是來自花蓮的麻糬 是來自花蓮的麻糬 對 就是花蓮的麻糬 這什麼口味的 是草莓口味 草莓口味 裡面還有吃 還滿好吃的 這雙風的奶油也太多了吧 這太做做了 我會就是 我們是以美式咖啡為地 然後為了要營造出這個 雙風的感覺 我們就是擠上是我們現 就是手工打製的鮮奶油 植物性鮮奶油 對 那這要怎麼喝 植物性鮮奶油 要把它攪拌嗎 還是這樣慢慢點喝 就是你可以搭配一起喝 就是一口這樣子 一口下去 一口這個一口 就可以先喝一下 然後你可以 而且我們應該拍個照 在背景是雙風 然後喝雙風咖啡 這樣的一個感覺對不對 怎麼樣 這樣可以一次享受到 咖啡的香味跟奶油的香 你知道那個鮮奶油 入口即化 而且很鮮甜的 你看你的手 對 而且你的鼻子還沒撞到我 好吃耶 而且還沒 怎麼我畢竟有沾到嗎 你看喔 你的臉還在雙風的裡面的耶 畫面手快遇了 那這個檸檬汁 不是 那是我們的現炸鮮果汁 就是我們會不定期的 以當季水果然後 繼續說 以當季水果然後 就是會不同搭配 搭配一些蔬菜或是當季水果 然後現炸成的果汁 不要姐把我再說一次 你幹嘛這樣嚇他 好奇怪耶 因為他個頭很小就有點想起 他本來還滿順的 我跟劉哥好弄得很緊 就有點 這個故意要笑他一下 現炸果汁很重要啊 咖啡廳各位 對啊 因為我們不喝其他一般的飲料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選擇現炸果汁 或者是金棘茶 這也是很健康的 對 那是酸中的代表 好棒喔 這邊是食物是走減餐式的嗎 減餐式 一個人一份 對不對 一個人一份 對 是 如果我要兩個人吃一份可以嗎 不行 也是可以 但是還希望就是 就是在多嘗試不同的口味 對 算是會說話啦 先來介紹一下 為什麼要主推這兩道菜 也是人氣旺的關係嗎 那我先介紹一下這一份 這一份是我們的招牌 我們的獨門料理 怎麼會在這裡是這個招牌 照理來講 這裡應該是什麼魚啊 或什麼是招牌 沒有 這裡是 因為這是 他都說這裡是獨門料理的嘛 獨門料理就對了 其實半面是我們的獨門料理 所以家裡只有一扇門 他沒有辦法有兩個嗎 獨門料理 走不去那家門 就是一個家門 讓我們進來就出來了 走不去那門 獨門料理 來 獨門料理 你給他幹什麼啦 人家給我們吃吃看看 要拌一下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是涼 算涼麵的一種嗎 算 對 乾拌麵的一種 乾拌麵的一種 對 要倒進去嗎 可以啊 比較漂亮喔 可以倒進去啊 你看它一個涼麵做這樣 你其實讓人看起來很舒服 對不對 就有點好像西式的擺盤方法 這是什麼 牛磅絲 好 來 放旁邊好 牛磅 這時候很重要囉 通常音樂會下比較緊張的時候 像你聽不到配樂對不對 嗯 你要用心靈去感受像有配樂 這種聲音 有沒有 好吃喔 味道不僅很特別的一個麵味 涼麵的味道 但是它的麵也不太一樣 好像有點微微辣辣的 對 這跟我們一般吃的什麼麻醬麵 或者一般涼麵不太一樣 通常涼麵都是油麵嘛 但是這個白麵條 因為它夠細 所以它可以把這個醬汁 全部裹在這個麵條的外面 越嚼越香 它的麵條很細很舒服 好棒喔 而且你配合這個洋蔥吹起來 味道更好 對 然後還附了一個湯 對 這是 這是特別附近的一個養生湯 它養生湯喔 對 也喜歡吃輕食的人可以很適合 比較沒有負擔 對不對 很清淡 很清淡 整體這樣搭配下來 對 很舒服 好好吃 你看得出來我們很喜歡吃吧 看得出來 有沒有 因為你快把它吃完了 就在這一瞬間 我們講話的過程就把它吃完了 好好吃喔 這一道的話就是我們的 雞排飯嗎 迷迭香烤雞腿 迷迭香 本來講的雞排飯不值錢 迷迭香烤雞腿 這也是你最愛啊 它是上選的那個烏骨雞腿 然後上我們的新鮮香草醃漬 一口咬下去就很汁 汁 而且你看這一塊 肉質在裡面水水的 吃起來很嫩 而且它的皮 一漆下去之後就很脆的感覺 這很用心在做就知道 其實蔡知不知道 做得這麼認真的看到這些配菜 這有一種浪漫的悠閒 不管它是天晴的燕釘 或是英語的朦朧 然後西洋西下更是我們的特色之一 通常夕陽都會在這一邊 真的啊 對 從這邊這樣過來 是可以看到這樣 哇 這餐廳給人有驚訝指數非常高 舒服 隱密 而且餐點又好吃 石門水庫第一家湖畔咖啡廳 遠眺雙風美景的詩情畫意 品味獨門美食的真實感動 你看在後面 充滿了一個愛的花園 很多有沒有 今天 大家在拍照 十對的新人在這裡拍照 你看當新娘好辛苦 我們穿的外套 你看他們 然後你看那個新郎外套這麼厚 新娘卻露了背 新娘總是最辛苦的 因為新娘的夢想中 她自己的婚紗 一定要有很美麗的境面 不管天氣再冷 還是要穿成很性感 今天我們來這個農場 找一個廠長 你好 楊廠長,你好 楊廠長 這個在這邊應該經營有很久的時間了吧 最初可見一對對洋溢幸福的新人 2002年 農場老闆建造了這座愛的天地 成為大溪第一家花園農場 也因此掀起一股浪漫的花海蜂巢 楊廠長接手後 細心打理農場裡的一花一草一木 目的就是要讓來到這裡的遊客跟新人 享受最棒的景色 而這裡的美麗與浪漫 肥索當然成為許多偶像劇的拍攝場景 找個時間來這裡放空一下 和森林為伴 徜徉在一大片綠意之中 陽光、空氣、花和水 通通都補足了 在這裡美麗的地方 最棒的就是喝一個下午茶囉 沒錯 當我們剛剛看到很多的新人 是充滿了一個喜樂的地方 而且很有浪漫的氣氛 其實這個餐廳剛開始設定 就是這樣子的嗎 對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設定在 花田農場嘛 要人家有一種童話故事裡面 感覺的嗎 真善美的味道 對 然後浪漫的喝了下午茶 然後外面還可以拍照 賞風 沒有 我的意思是想說 那什麼花園的步道 什麼湖 小橋 這當初一開始都這樣的嗎 對 這個就是剛開始 規劃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就是有考慮到 就是要讓新人來拍婚紗 為新人打造一個浪漫的地方 你自己有在這邊拍過婚紗嗎 這個我的Edge比較遠一點 Edge比較遠 有個結婚紀念日什麼之類 可以再來一次 這個嘛 重... 就是重婚 你那是亂講話什麼重婚 我想錯 我想可以重婚 不是不是 可以重新在那個... 你剛剛你媽不是有拍那個嗎 20週年 30週年 我剛剛不是已經講了婚紗照嗎 就是可以再拍一個婚紗照 就週年 週年 週年 對 是好不好 我通過一對那個... 就先老夫婦來拍 他們是那個叫什麼婚 就結婚60週年 對 這邊的風景就可以讓很多 新婚紗的業者 他們都可以來這邊拍攝 對不對 除了好的風景之外 當然他也有很好的下午茶 也是讓大家來這裡可以享受 一個休閒的生活 對不對 好 要不要介紹一下 你要給我們介紹這是什麼 咖啡 就是這個下午還好 就是一般餐廳都會出動的嘛 咖啡 然後果茶啦 是 餅乾啦 他怎麼... 楊... 楊長長 他很隨機 也沒有那麼OK 他也還好啦 我們就是一般餐廳都有咖啡 花草 有耶 我們比較特別的叫這個 這邊很奇妙耶 這你們自己做的還是 買一個有個熊的在這邊 就是 而且你旁邊做的是這個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去做 這個小熊的 太比熊的DIY 所以你就弄個小熊餅乾 對 是啊 自己來做 對 所以來到這個地方 你除了可以喝下午茶 拍DIY來做太比熊 對 所以你想走一些 也弄了一隻熊的餅乾 對啊 但當初我們眼睛是有問題 但明明看起來就不是太比熊 這什麼熊你說 是貓熊 貓熊 而且還是一個眼睛煎炸煎炸的 煎炸的方式 嗯 搖你一頭 而且你們是比較 還滿好吃的 嗯 這是自己烤的 對 沒有 不錯 剛才你講說這個太比熊有DIY 對不對 對 那我們要不要來做一下這個DIY 可以啊 可以留住個紀念帶回去 可以 OK吧 好 太比熊長的應該不會是像這隻吧 太比熊是很可愛的 但是做這個東西就不要小姐來做 所以我們會請另外一個老師來講 對 老師這個剪刀這麼小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當初沒有買大的 就是14片肉一起做 那做的時候就等於7隻豬 那可能這樣完成要3天 整個6屬的皮膚起來 做這個東西就不要小姐來做 所以我們會請另外一個老師來教你 對 不容量 你覺得比較娘就對了 不是啊 這個 我看得出你有這樣一個眼神的氣勢 我是農場的廠長 我是在外面幹出火的 出火的 對 這種熊的這種 這種娘的 對 找小姐來做 不然待會兒要戴假髮不好弄 什麼東西 好啦 待會兒我們讓女人來做一下 我也在旁邊參與一下 可以 好不好 可以 這裡雖然是大溪第一家花園農場 但是羊場場並沒有因此而致滿 被一球突破的他 想到可以邀請可愛的熊熊入園 陪伴每一個來到這裡遊玩的朋友 也為新人們獻上滿滿的祝福 至於這個熊熊DIY 各位觀眾看我大展身手吧 張老師你好 張老師有從事過生命線嗎 沒有 因為他叫張老師 本來要做太平熊的 後來那邊來看張老師 我最近心情很不好 剛好一邊做熊一邊還在宿宿 應該跟張老師聊一下 常常有這樣的客人 心情不好可以來這裡做熊 對 今天你看我們這一塊布就可愛了 對不對 做起來就有點像是這樣的感覺 毛茸茸的 比較像太平熊 好 老師我們要怎麼樣開始這個 太平熊的做法呢 好 我們先開始 化板型 等一下才會要去剪開它 這要跟做衣服一樣 一塊布要先有板型 那個熊是不是有分大小 你們現在做的是10寸的小寸 你問的這個是廢話 老師這個熊做半天沒分大小 衣一樣尺寸 那你看的這些東西 都是什麼誰做的啊 客人老師 好 不好意思 我稍微聽你講一下 老師這個熊 你做的都有大小之分嗎 我的他的意思是說 你聽他在做DIY的時候 有分大小嗎 有分大小啊 也有嗎 對 有分兩個尺寸 線不要 這是 這不能讓它移動耶 對不對 對 因為它的板子 就是要讓你有一個模型嘛 張老師 好 麻煩你了 老師 這個剪刀 這麼小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當初沒有買大的 張老師 你們是 你們是 我覺得你跟廠長真的是 有一曲同工之妙耶 你們真的太妙了 張老師雖然很隨興 但是教學卻一點也不馬虎 他一個步驟一個步驟地 仔細示範給我們看 好像在上美勞課一樣 真的很有趣喔 不論是熊熊DIY 還是四季變幻的花海 這裡只想提供給遊客 最完善的場地跟服務 在我跟跟宏同心協力之下 一對可愛的婚禮小熊 也即將大功告成囉 Vivi 你願意交給我嗎 不 我不願意 而且我已經穿了婚紗 你看我還穿露胸的 太好了 今天是我們的結婚日子 讓我們一起鋪上紅毯吧 走 走 今天我們做這個 小的這個太提熊 這個夫妻熊 新婚夫婦熊 算是圓滿達成 謝謝張老師 而且我們還特製的 有我們的名字在這個上面 Vivi Vivi Will Yes 好不好 希望大家有機會 一起來DIY 做一個自己的夫妻熊 可以帶回家做經驗 謝謝張老師 謝謝 你也來和心愛的人 製造一段甜美的回憶吧 我們是慕名而來 知道您做的菜是不得了的 而且好像聽說得到金牌 對 今天我們想請您 可不可以拿一些特色菜 我們可以介紹給我們的朋友們 沒問題 你會請 好的嗎 謝謝謝謝 太好了 Yeah 大溪游泳沉淨水池的先天條件 造就出不少特產 今天就來看看 這位獲得料理大賽金牌獎的大廚 會使出什麼拿手絕活 把在地的食材 變出一級棒的好菜 又是什麼樣的金牌料理 讓評審們吃過之後 念念不忘呢 客官們 上菜囉 Yeah 那我們掌聲歡迎在大溪库 說是首屈一指的主廚 金牌主廚 掌聲鼓勵一下 你好 男主持人好 你好 你好 今天這個 放在這個桌面上的菜 一定都是由他精心研究 大有來頭 對 而且我們今天的食物 都跟奶分不開 對 我們一看到 前面這個菜就非常特別 但在開始介紹之前 我們先問一下 到底這家餐廳 它的特色 是什麼樣的一個特色菜 我們這邊是做風味餐 就主要做地方菜 是地方的風味餐 對 地方風味餐 所以把大溪所有的特產 跟所有的這個比較 土產的一些東西 就結合在這個菜色裡面 對不對 對 我們從山上就是我們有山上的一些食材 還有我們水庫的一個好的資源 還有水庫裡面的新香 那還有本土的一個就是土產 豆腐 白結合 豆腐 豆腐乳 豆干 那我們下去做菜 是 在2003年的時候 我們主廚就已經得到這個大獎了 而且在前面我想先介紹這道菜 就是當時的一個得獎的菜色 是不是 這道菜是在2003的時候 這是做研發 那以大溪陀螺下去做研發 是 看起來以為是甜品 對不對 外觀看起來 這道菜到底是什麼東西 名字叫做是 大惡陀螺 我沒有 你幹嘛這麼激動啊 我們在想說頒獎的時候 心虛 我又沒有常常 通常心虛的男人才會這麼激動 我真的故意要演出這場戲有沒有 想說在得獎的時候 你過兩天又要去大陸了 是不是 就要去內地工作一下 但是我是這樣的人 我們有上帝在看著我們 彼此有這樣的信心 怎麼會懷疑這個事情呢 你剛剛說這名字叫什麼 這是一種反應吧 如果心虛的認真 我想說當時如果說 當時如果說在頒獎的時候 有人喊出這個名字的時候 怕有人就直接說他沒有 肯定是有的 好 為什麼會想取這個名字 是因為當時這個地形 有一個叫做二奶三是不是這樣 不是... 這一道菜它其實是 美根科樂的創意菜 對 那現在很多外國國民 帶我們台灣來吃台灣小吃 是 那整個客家菜可能就是需要 我們現在已經... 包裝 對 客委會一直付到我們 整個包裝很漂亮 是 那我們就做一個陀螺造型 那整個感覺就整個這樣子研發 研發出來的 這個怎麼做的 它是外面是一層一層肉這樣 滾起來的 對 它就跟我們那個彈簧的原理是一樣 就整個把它切成薄片 那拉長整理是300公分以上 然後一個長條豬肉 我覺得我們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它夠薄 因為我們通常像這樣的控肉 我們也吃過 但是是四方形的對不對 對 你叫做... 當時在2004我們去表演的時候 杭州菜大陸他們是做金字塔 金字塔 對 他們叫千層肉一道肉 讓我們做我們本土的陀螺造型 對 那大廚這個要怎麼開始用這個肉 我們光看是不過癮的 一定要來吃一下看看 那我們整個就從中間跟切蛋糕一樣 把它切開 你看這個肉裡面 那整個它的... 來 大家 觀眾朋友來講 裡面是包梅干菜 冒煙的 哇 你看看 梅干菜在這個肉的裡面 哇 太可口了 再來再來 來... 把領服務是吧 好 謝謝... 那怎麼好意思呢 夾在這個裡面吃就對了是不是 放在裡面 好 來... 花生粉 花生粉 非常傳統的一個吃法 但配上它這個非常美麗的... 對 陀螺 包到哪個肉 你要吃吃看它的肉啊 好嫩喔 你說 我先吃一口 你看 好薄喔 薄到快透明了 你看看 這個刀工要非常... 是厲害在一起 唉唷 有口急化的 我先吃一口 我先吃個這個肉單獨 好嫩喔 天啊 揹緊 好好吃喔 你要吃吃看這個梅干菜 味道剛好 有個梅干菜味道會太鹹 這不會耶 對 而且完全沒有強調這個肉的味道 肉汁味道還是夠的 我們一定要保留客家菜的原有的 也有一個風味 好 那我們再做一個剩 這根本是把等於梅干控肉這道菜 變得像北京烤鴨一樣 那個鴨的皮也是入口急化跟肉 它這個也是做到這樣的 而且通常這道菜都會做湯湯水水的 下面有很多汁 可是這個呢 就汁沒有那麼多 它就讓你有一種 可以吃到直接那個食材的味道 不會有通常 美觀又好吃 好 一次要吃 就是14片肉一起做 那做的時候就等於7隻豬 那可能這樣完成要3天 整個60個一起起來 60個 這可能要完成3天的時間 到一開始這道菜 已經非常搶眼了 突破我們的菜 但是今天你想想看 我們主持會介紹其他菜這邊 一定也都有 對 接下來你要介紹哪一道呢 接下來要介紹我們的 大溪的一個水庫的西蝦 我說為什麼會弄個 這個小蝦子在這個地方 這邊就是大溪的特產 因為水庫裡面有很多西蝦 所以它類似這裡的水質很好 對 有關係 就它的西蝦也特別好吃 它不是養殖 它純粹是野生的 野生的 對 好 接下來呢 再來跟你們介紹一下 這一道是大溪的名產 五味乾絲 你說這個是不是 對 五味乾絲 因為很重要 大溪的豆干非常有名 對 大溪豆干 它除了滷的跟炒的 我們可以做一個 涼拌的開胃前菜 它主要用檸檬提鮮 但你看這個 豆干要切得好細啊 這也是要道工的 這屬於道工菜 而且它這個涼拌的 其實有點像泰式的 對 對不對 對 然後吃起來也是這種味道的嗎 對 不像醬 很清淡 然後呢 有淡淡的檸檬香 對 還加了一些什麼 主要是豆干的它那個香味 你們加進的時候 對 主要是豆干的香味 對 那再配合脆的部分 我們就是以洋蔥跟大白菜 大白菜在那邊 還有那個香菜 對喔 這也是你們的人氣食材 那個人氣菜 來這邊應該是算必點的 那我們介紹這個涼拌的豆干完之後 我們就要來介紹這個 大西它最出名的是 土產就是豆腐乳 豆干 對 那還有一個 豆腐 那我們現在介紹這個豆腐 那我們自己工廠研發的豆腐 我們就不加臭味了 那種豆香直接把它提升起來 那我們做一個麻辣的感覺 有麻辣豆腐的感覺 是不是這樣 對 但是沒有臭味 這樣很好 你喜歡吃豆腐的人 但又不敢吃臭的人就可以點這個 你看看 它是麻辣豆腐 但不是脆豆腐 而且你看這豆腐裡面好多洞 吸了飽飽的這個湯汁 已經很入味了 對 哇 豆腐好嫩喔 這裡的豆腐真的吃起來 口感就不一樣了 對 我們自己工廠 大西的豆腐是因為 這是你們自己做的豆 對 為什麼這樣子呢 為什麼我們吃到一般 好像都會比較硬硬硬硬硬 其實豆腐在煮的時候 你就要大火以後 國內以後就是要慢火 一定要上蓋 讓它去吸那個湯汁 才會入味 所以一般網友吃火鍋或什麼 很難弄到這樣子 它屬於凍豆腐吧 那我們這個整個豆腐 那就是強調我們就是 煮豆腐一定要加蓋 要加蓋 對 讓它入味毛細桶讓它張開 再吸到湯汁裡面 我那一吃一口就感覺 好嫩 然後汁就噴到我的嘴裡面 豆腐整個把汁都吸進去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 烹煮的過程中的這個技巧 一般人如果不知道 就沒有辦法吃到這個豆腐煲湯汁的味道 這豆腐真的裡面含著湯汁 咬下去的時候 這麼可以 然後辣辣的 不吃 流出來 好香喔 好 接下來是要介紹這個嗎 對 這是什麼 這道是橙花排骨 橙花排骨 為什麼要特地介紹這一道嗎 對 這一道就是跟本店就是比較有感情 為什麼 這是我們第一道研發的菜 是 對 到現在的時候 客人都是時常回來的時候 都會喜歡這一道菜 十幾年這是第一個 研發自己的特色菜 對 第一個 所以你以前的店就開在這裡了嗎 之前的店是在另外一條路 在附近 對 然後如今是搬過來到這邊 對 但是搬路 那這個跟著你是有感情嗎 對 這個店開到現在有時候成本吃起來 老闆自己都暗日掉落 老伯客也是吃這道有感情 你知道有時候 就是離開家鄉去工作 回來的時候 還要吃這個 因為想念到這道菜 對 因為就有家鄉的味道 而且呢 老闆說這一道是 到現在還是招牌 還是招牌菜 真的 你看 十幾年的時間 這橙花排骨我們不吃一下 怎麼對得起老闆 第九不摔 果然是招牌 你吃吃看什麼味道 你覺得 有水果的味道 而且它的肉質都很好 而且我覺得它外面呢 這個啊 脆脆的 然後裡面很軟很嫩 外面呢有 你說橙花 橙汁 柳橙 有橙汁味道 但是呢 它的柳橙味又不會過甜 過膩 然後過多 因為柳橙菜裡的不好 有的酒 廚師像你這麼瘦的很少耶 你以前是運動員嗎 對 做什麼樣的運動 羽毛球 有打得很好嗎 算選手級 已經是代表成為選手了對不對 對... 那體力耗費是非常大的 那怎麼會想要改行呢 之前第一家電視開體育用名社 退伍以後想說再能換一個跑道 想換這邊 那就是做吃的 對 它一個打羽毛球 怎麼最後連變或出... 金牌主廚耶 你羽毛球可以打到當選手就算了 你連炒菜 所以你也賣過一些東西 沒有賣得很好 是不是 以前 想說是不是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跑道可以去做看看 那剛開始的時候真的是不會 我們剛剛有一家小店面的時候 是做剉冰 賣剉冰啊 跟現在這個菜也是差十萬八千里 對 後來冬天的時候就開始 就發現沒有人要吃剉冰了對不對 對不對 就很剉 對 就很剉了啦 在大西上有這樣的一個菜色 真的是很棒 老闆 因為我覺得它是憑著 做運動其實還有一種堅決性 你在打到選手 其實打羽毛球是非常費體力的 很累的一個運動 對 尤其在 比賽前的一個集訓的時候 那現在做餐廳真的是 你剛剛我們講說很瘦 那其實真的是有時候撐無數 那還是以那個毅力啊 就是要做菜 還是要時間準備 那可能客人吃一個小時 我們可能要準備半天 對 以這種精神就可以做 我們來這邊吃這麼好的美食 老闆就在幕後默默地付出 這些手工菜 不是哗啦哗啦就能做出來的 都要花心思跟時間的 還有嗎 這個菜要不要介紹一下 為什麼會有一道青菜在這裡 這一道菜 地瓜葉就是比較傳統的 一個台灣菜 對 那我們就是作業一發 我們用地瓜葉炒皮蛋 炒皮蛋啊 對 地瓜葉炒皮蛋好吃耶 看著它 很棒耶 味道非常的搭 地瓜葉炒皮蛋很搭 好吃 而且你覺得你味道哪個也都剛剛好 不會過鮮 不會過油 酒吃不膩 然後你就會吃 還想再吃 很像回家吃飯的感覺 但媽媽要做到這麼好不容易啊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 一定想來嘗試看看 好 謝謝你老闆 謝謝老闆的這個好菜 謝謝 謝謝 堅持到底的運動家精神 轉化為不認輸的料理精神 創意跟心意的完美展現 名副其實的第一主廚 哇 當然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下次我們還要再帶一些朋友回來 面對玩 好不好 對 OK 謝謝大家 相信大家今天跟我們玩一面 也覺得非常地愉快 希望下次繼續收看我們節目 我們愛旅行 玩出好心情 我們下次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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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ccine 還有觀察的 我們下次見 dimension 體驗 下面 充填